在工作報告中提到有關要大力發展低空經濟 其實低空經濟大致上可以理會到 例如有無人駕駛的飛機 我們比較認識多一點的形容就是一些表演 一些飛機向上控表演 這些在香港也比較有普遍見到的 也屬於低空經濟的其中一種 但是經濟範圍、發展的範圍 不僅是做一些表演這麼簡單 在內地提及到怎樣去所謂的搬運公司 或者一些飲食業外賣的公司 利用低空經濟或無人機去送貨 我自己每天都體驗過 有一次我去了濕鎮南山 那裏有一個點 你自己就好像一架桌箱 那你想要買什麼茶 那你就看到它過了沒多久 就會有一架飛機飛下來 那就是送那個茶給你 那我覺得都是很實際的東西 那有時候你去叫外賣的時候 以前你都要等人去送東西過來 那有時候送東西過來的時候 你會碰到交通擠塞 那可能有些誤點 那如果你透過這個低空經濟的時候 這些問題就有迎人而解 那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其實都倡議過 或者我覺得是會對我們創科界特別有用的 就是 翌日呢 我們就講到像北寶都會區 或者河套區 就跟深圳經常有很多的聯繫 那比如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可能有某些工作就是在香港這邊做 其他有某些工作就是在內地深圳裏面做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交換一下這些樣本 那難道我每次都要搭 你搭鐵德 即是搭火車 那邊拿什麼 那太過免失事了 那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 借低空經濟的方法呢 那這樣 那當然如果我們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通關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去做 那我也建議政府可以好好地探討一下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在這個交通 運輸界裡面都會考慮到 譬如說載人的一些交通工具 那你都知道現在那個 譬如說 在香港的路面交通 有時候都很濟失的 尤其是是上班下班的時間 那如果某某某人 有些緊急會議要開的時候 是否可以由一個辦公室 那個大樓上面 那個 那個 那個大樓上面有一個停機坪 那你由這個停機坪 坐箱 那架 那架 有些大樓的發展 但是在內地 在廣州 譬如說深圳 都在談這些事情 而且有很多事件在那裡 那我也希望我們 香港這方面 就是快點去想想這些事情 現在不單是我們國家 其實全世界對於低控經濟 都是在看著的 改變化 使用到了 超級文字幕 來自我 解決 辦公室 選擇 選擇